今天我們要來拍兩個 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連封面都不知道怎麼拍的影片 搞什麼搞什麼 欸阿星 欸馬田 又到了馬田叔叔 亂花錢馬鈴大堆東西 火來不知道怎麼拍成一集影片 變成誰了 不是我的錯 就是你的錯 以前的影片一分鐘就夠了 現在的影片要拍十幾分鐘都還不夠 對 誰的錯 不是我的錯 你的錯 我們今天呢 要來就是拍一集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把它拍成一集 你可以幫我想今天的標題嗎 想一下 我知道了 今天的標題這個樣子 我們看哪一個人的標題下得最好 然後在影片發布過後的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標題改成那個名字 好不好 我完全想不到 一個坦克 跟一個冰淇淋 兩個東西要和彈 坦克可以冰淇淋嗎 不行 我們今天呢 把我們剛剛那個 工作室裡面的東西翻一翻翻一翻 之後找到了兩個東西 他已經在這個工作室裡面 待了至少半年以上 只拍一個的話好像有點難拍 所以把兩個加在一起看看 會不會比較好拍 他還是不會 沒有 更糟糕 超糟糕的影片 我們手上咧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 好像可以自己製製冰淇淋的東西 然後旁邊這個咧 是一個 又比 會更久的坦克 可以演不到 我們先來開這個好了好不好 然後等一下再來看冰淇淋 要你跳 兩個都長得一樣喔 也是不一樣 我挑這個好了 我挑這個卡琴色 他的型號叫做 Number777006 然後你看後面 四台的型號 全部都是一樣 然後我們的剪刀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換一個 這真的很 XX 這很好啊 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弄一弄的時候 他會直接裂開 你的手太大了 你是手的問題 這樣太開 然後你還弄髮 這樣最開也沒事了 OKOK OK Whatever Whatever 我不會開箱子 開箱比賽 就我兩年 不會開箱子 後面有紙耶 它有跑到 如果你家裡沒有筆的話 他附了一個馬桶座可以聽 這不是 警診嗎 附了馬桶座 然後 我的坦克雷就是長這麼一台 嘿 嘿 他有副筆耶 很好 他有電池耶 他有電池 他需要電池的 等一下 這是正常的 你看 這電池 他還是那個耶 他裡面已經生鏽然後露出 黏黏的東西了耶 這樣放就會被爆炸啊 坦克當然要爆炸 那這糖炸 坦克糖炸還得了 拿出來了 看起來是有模有樣耶 像蠻精緻的那一種 後面啊 這種地方都有做出來 排氣口啊 之類的一些小 detail 你還記得你當初買的時候 多少錢啊 三百多台幣 三百多左右吧 三百多台幣 其實還好耶 以一個小玩具來說的話 它是完全生鏽啊 沒事吧 我怕我裝翻 還可以更糟嗎 這個影片 我們的頻道還有底線嗎 沒有 我們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的底線 一個又一個人家都是 來到現在怎麼往上爬 我們都是不停的往下墜 來囉 三二一 握 握 握握握握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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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大戰 喔 你的電量比較強 我們先試跑一下原本的場地好了 場地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音樂嗎 什麼音樂 坦克大戰 喔 Fuck 就是那個一個格子的那個 然後從下面 好來我們先測試一下 它會不會在上面跑 3 2 1 GO 會耶 它是有一個Sensor還是 沒有 這上面沒有任何的Sensor 等 拿掉的話怎麼辦 聰明 它比你還要聰明 有看見嗎 感光的 對 這邊 這邊有三個小口 你看 這樣 如果我按住一邊 一邊的輪子會停 它做轉彎 按這邊 另外一邊會停 哇 它真的有Sensor在裡面耶 好啊 我們來 我們來幹嘛 我想到了 我一定要先 跑到這裡 拿一個 炮彈 然後 很像 OK 先跑到這邊拿一個炮彈 然後 就可以 只走到 對方家 好啊 來啊 或是走到你的面前 把你射回去 OK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 但是 長度是多少 每一次 剪刀石頭布贏了就可以畫是不是 對 每一次就10公分 好不好 10公分這麼長嗎 對 來 剪刀石頭布 你先 又在幹嘛 喂 聰明 好啊來啊來啊來啊 10公分 來 開 開車 原地跑 OK 好笨 剪刀石頭布 好強喔 好強喔 剪刀石頭布 就是普遍的感覺 我的車子我還是保養 跟我講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我可以拿你的泡拿走嗎 不行不行 不能拿走我的泡 喂 喂 我可以拿你的泡拿走嗎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我想知道 這樣的肌力有多少 你可以幫我算一下嗎 剪刀石頭布 布布 我終於贏了 可以這樣的嗎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先畫個5公分 再畫個5公分 剪刀石 等一下 看一下 我覺得沒事 你的車是怎樣啊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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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放 快回去 快回去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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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辦法嗎 已經在你的門口了 已經在你的門口了 啊 哪泥 回家了 我的車終於開了 欸 跳 哈哈 欸 哈 哈 欸 剪刀石頭布 What 好 下一部分 等一下 我會嗎 看一下 不會啊 你在幫我拿過來 他會自動打炮彈 退貨 下一個 還能更糟嗎 下一個呢 他的內容量 是兩到三個人 然後後面他有寫說 這個東西怎麼製作 首先來第一步 先把它從冷凍庫拿出來 至少要冰三個小時 第二步 要把它給就是剝碎 大概三公分的大小 然後加入牛奶 攪拌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鐘 它是有點像是那個耶 貼在頭上的那個 然後 它是硬的 好冰喔 會死掉 馬天 好 我們把它用成大概四到六份 欸 你那個是 欸可以耶 你確定你吃到幾份 蛤 它是不是寫四到六份喔 你吃了幾份現在 三六九九份 差不多啦 九份冰淇淋 來 四到六份 不用 不用 夠我知道我會算數了 有了有了有了四到六份 OK好可以 接下來呢 我們要拿出我們的小碗 欸 有差嗎 它能夠更糟嗎 下一步加上牛奶 你那個好像西瓜喔 蛤 差不多吧 好 差不多吧 接下來是 攪拌三十下 然後等一分鐘 二九 三十 三 三十秒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四秒鐘 五秒鐘 六秒鐘 六秒鐘 我覺得要退出YouTube了 對 我不要 所以節目影片會做熱門 如果這個上熱門的話 我就退YouTube 我們拍的特別爛 特別鳥 都是會上熱門 真的很嚇耶 它變成有點像是這種 梨狀 嗯 寶寶食品的感覺 先吃我這個 忘記它是什麼口味喔 梨子 梨子口味 咦 加明 加明 加明口味 聞起來真的是水果那種梨子味道耶 來囉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耶 但是我覺得牛奶跟梨子有點不搭 不搭 但是好吃 但是那個口感是 不錯的 好棒喔 比想像中好耶 好吃太多了 然後它其實不用冰耶 最好就是 你是買回家自己冰 它本來是不用冰的 就是就算它融化之後 你再拿去冰一冰 拿出來一樣是可以 粉紅色加明 粉紅色加明 小屁 加明要幾次之後會變粉紅色 開始 本上的 いただきます 我覺得梨子也比較好吃 這好奇怪喔 為什麼酸呢 西瓜的味道 好奇怪喔 然後很甜太甜 味道很化學 就是色素很重的那種 西瓜冰棒的味道 就是這種感覺 我們來幫梨子評個分好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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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吃 西瓜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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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還能夠更糟嗎 希望我們喜歡今天這部影片喔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讓它上熱門喔 拜託喔 求求你喔 那今天這部影片差不多到這裡開個段子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別忘了可以留下一個大的喜歡 讓我們知道 你可以不要忘記到我們的粉絲 還是給個like 我們下一次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哇 怎麼了 他平常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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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 渡過 蛇 。 尼